第140集 手痛了,得吃點好的寶寶 被稱作楊總的人 全名楊子健 是塔利克會所的負責人 能夠經營這種生意 向來人物都很趕 認識的人也很多 所以基本很少人會在會所裡搞事 如果有,就等於不給楊子健的面子 更何況,這個包廂裡的人全部都身份比較高貴 陳男是誰? 他是旅遊業出女拔稅的大人物 在省外有兩處旅遊景點 年利潤逐足有1500萬 最近還要拿下南雲山景區的開發權 前途可以說是無可限量 柯尚泉就是這座城市裡最大的保險商大亨 最近還跟陳男簽下南雲山景區的施工意外保險 據說,南雲山員工之後 還要簽訂旅遊客戶安全保險 前途真是一片光明 有這兩位大人物在這裡 還敢搞事的 這個真是吃了紅心炮子膽,自尋死路 因此,楊子健就真的要給陳男這個面子 一進門口,楊子健就看到 頭在流血的陳男 立即迎上去,很擔憂地說 陳總,這個搞什麼? 快點拿些沙布,拿些醫用酒精過來 我親自和陳總消毒 說完了,就有人拿來了消毒的酒精 和棉籤,棉花等等 楊子健跟著拿著酒精 小心翼翼地倒在棉花上面 就拆洗著陳男額頭的傷口 嘴裡邊逐八停在這裡說一些安慰的話 楊子健在這邊看著 另一邊也沒有停下來 有個另一群這樣的人 來勢忍忍不地走向賈木阿 一手就捉住他的三領 你不想大了是不是? 怎麼是在於這地方搞事? 賈木阿並沒有說話 甚至面上也沒有任何波瀾 這種行方無意刺激了領班 火冒三仗,握着拳头就要去打假梦柯 这一幕自然也被陈南看在眼里 他嘴角就开始上阳 已经老保出假梦柯被打到跪地求饶的画面 他连痛都不记得,兴奋地拍着手叫好 大笑地说 哈哈,假梦柯,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敢扮鬼? 你以为你是谁?我说过 今天不让你走出这个门口 你今天也绝对走不出去 听到假梦柯这个名字 杨子健忍不住就震了一下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搞事的男人 十一声站起来 一手就捉住领班还没打下去的拳头 用力向后一扯 杨子健力很大 这个领班根本还没反应过来 凉凉凉凉凉凉凉 控制不住步伐 一个站不稳 结结实实地撞在墙上 发出一声的闷响 一切来得太突然 所有人都呆住了 最震惊的是莫居于陈南 他震惊到连下巴都快跌下来 很诚意地说 杨总 你做什么 杨子健根本就没有理陈南 他用手就拆了一拆额头的冷汗 转过一身就看着假梦柯 跟着伸出手 很恭敬地说 假总 哎呀 真是狗仰大名 是我眼绝 哎呀 没有认出你 你没有受伤 话音刚落 众人都惊呼 其余的人面上 表情都已经不是惊讶 而是惊吓了 陈南的臉都吓得白了 他十一声就站在身上 震吞吞地说 杨总 什么狗仰大名 你是不是认错人 他只不过是一个 刚刚踏入商圈的小白 你仔细看一看 陈南越是这么说 心里面就越是害怕 因为他有点不安 见杨子健 迟迟都没说话 他提心吊胆地走到杨子健面前 指着自己的头就说 杨总 你看一下 我个头 是在你这里被人打的 难道你没有想着 给我个说法吗 什么 什么杨子健呢 冷坑了一声 不就冷冷地说 打你又怎样 那 假总 会无缘无故地打人 是你得罪了他 陈南 你不是想要一个说法吗 我今天就给你一个公道 你把他打你的原因说出来 但是如果没有什么争议呢 那我就替你讨回公道 你敢不敢 你…你… 那陈南呢 那陈南呢 激到一句话都说不出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道理 怎么呀 不敢说 我就知道你心里面有鬼 杨子健就好严肃地说 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杨子健的立场 一下子就转向了假梦阿 简直就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尤其是是领班和那些打手 因为他们本来就要教训一下假梦阿 现在风向完全改变了 但是在这些会所找食的人 哪个没见过大场面呢 僅僅只是呆了几秒 他们通通都跟着改变了风向 尤其是先前那个领班 更是几个大步走过来 把手搭在陈南的肩膀上 跟他一起坐在沙发上 笑着说 陈总 虽然你是老顾客 但是公道自在人心 你说有人搞事 你总是要告诉我们 和这个老总 是因什么事来搞事才行 把事情说清楚 说清经过就没事了 一而再 再而三地逼压 在陈南心里面 真是怕得要死了 他现在整个人 都是很恐慌的状态 震怦怦 有一句话都说不出 他东张西望 突然把视线移到 柯尚全身上 柯尚全身上 你来说说 是不是假梦 柯尚敲炸我一笔钱 我又不给他 他才动手打人 撒那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回叙在柯尚全身上 柯尚全被所有人 看到全身在打枕 大佬也一片空白 他心里面 恨不得把陈南踢回几脚 因为这种大话 简直在放屁 谁会吃饱饭 没有事 走来会所 敲诈你 还未等柯尚全开口 杨子健就提醒 柯尚 想清楚再说一下 一句话 平平淡淡 虽然非常简短 但是 在柯尚全身上 听起来 七面二思 就是无疑是一种威压 他哪里这么乱说 只好将事情的经过 全部说出来 陳南森里面 真是越来越凉 到了最后 真是非常后悔 他亦非常责 歌上传 你说没什么搞的话 为什么要把杨子健叫过来呢 这个真是全心在找麻烦 想就是这样想 但是 陳南一点都不敢提这件事 他在剧声笑着 就说 哎呀 假总啊 你不要生气 我只是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 就是钱 我给就是 就是了 在这个时候 假梦阿就开口了 两千万 一分都不能少 陳南就惊讶了 呃 呃 不是一千五百万吗 为什么变成两千万 你 你真是在这儿敲炸啊 假梦阿看了他一眼 刚刚呢 我就刮了阿上传两巴 又用过酒瓶 就撑了你两眼 力度没有控制好 我现在手很痛啊 我想吃点好东西来补一补 陈南就傻了 杨子健 也都整面都黑了 因为他们 想都没想到 假梦阿呢 个人说出这些 这么无厉害的话 这一下 真是在伤口上面 就耍炎了 但是 说都说了 还可以怎样呢 陈南呢 又不是对手啊 陈南现在心里面 就只有一个想法 快点就洗了这笔钱 去烧了这个灾 来假梦阿越远越好啊 想了一会儿 陈南就一咬牙 狠声地说 啊 行了 两千万就是两千万 我给 本集已结束 下集更精彩 第141集 我给你还会管二指 说完 陈南就拿出手机 跟财务科就打了个电话 并且 催促他们 立即转涨 二千万进卡里面 沟通了一阵 陈南看着假梦阿 陪笑地说 啊 假总啊 两千万实在太多了 流动资金 哪有一下子 就可以转过来呢 你总是要 给我一点点时间 周转吧 陈南说的是事实 因为大额交易 一般都需要预约的 没有一下子 就可以转出这么多的流动资金 按目前的程序来看 两千万 最快也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才可以周转过来 但是假梦阿 怎会给他拖个机会呢 他给了陈南一个冰冷眼神 等他自己去体会呢 陈南不禁打了个冷震 立即将木光收回去 震腾腾地在通讯录里面 找完一个电话号码 又找一个电话号码 前前后后 忙了足足半个小时 问了十几个人借钱 才终于将这二千万抽齐 把这一笔钱 就转给假梦阿 那一刻陈南就心在滴血了 这个就真是在南云山景区三年的收入 那这样就拱手送给人了 他至少要五年的时间才可以回来 这段时间除了田吞 他就不要想着还有什么收益 陈南越想越生气 他恨不得把杨子健和假梦阿 一起生汤 见到道将之后 杨子健看着假梦阿 就很恭敬地说了 哈哈 哎呀 假总 你还有没有其他未解决的事 需要我帮忙 假梦阿 并没有回应 但是看了杨子健一眼 然后转身就推开了门 无事献因勤飞奸即盗 假梦阿非常清楚这句话 他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人与人之间的结交上面 因为他今晚来就是找陈南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给他一个教训 再拿回胡适线的报酬 而现在事就做完了 他也没有理由再留在这种地方 假梦阿做事向来都是我行我素的 因此在旁人的眼里 他就非常不近人情 他没有回应杨子健 而是用头都不拧着的态度 就离开了 使众人都大开眼界 尤其是陈南 他一面幸灾乐祸地看着杨子健就说 哎呀杨总 你都看到的啦 假梦阿都不是人来的 拿你的良心就当狗匪 他哪在那里打好臉啊 他分明在你打你屁屁啊 不说更好 这一句话一开口 杨子健就注意到陈南 他转过头 好冷淡地叮了他一眼 小你送客 话音刚落呢 杨子健就匆匆破门而出 向着假梦阿的方向就追上去 而那名领班呢 嘴角也微微上阳 看着陈南就慢慢走过去 陈南心里面呢 逼迫地跳了一下 立刻就搞清楚是一回什么事了 连连地后退 直指就贴上长角 震腾腾地说 你...你想做什么 你要搞清楚身份啊 我...我和你们杨总认的 你不可以得罪我的 任凭陈南怎样说威胁的话呢 这个领班根本没当是一回事 握着拳头 上去就是一拳 打到陈南呆呆呆叫 接着 又带着几个人上去 就是一阵的独打了 最后就好像台猪一样 把他呆呆呆叫的陈南 搬到出会所外面 毫不客气地 掉在冰冷的马路上 陈南在地上滑了几滚 这样才停下来 委屈的眼泪就直流 抹着眼泪就说 你们借什么打人 我...我好大都是个老种 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啊 就是这个时候 方智祥拿着沙布和消毒酒精回来 一看到全身都是雨青的陈南之后 一下子就呆了 陈总,你还在外面做什么呀? 我沙布和酒精都买了回来了 来来来,快点消毒一下 陈南只是怒得没有地方发泄 直接把脾气发泄在方智祥的身上 他一手就推开了方智祥 你老板,尘事不足,败事有余 早不回来,前不回来 偏偏这个时候就走回来 你,你有什么用? 你真是惊死我了 陈南越说越生气 很不容易才遇合的伤口又裂翻开 鲜血直流 他痛得不断抽搐 差点就暈了过去 看到方智祥还站在那里 陈南更生气 你傻了地在那里做什么呀? 快点把沙布和酒精给我吧! 方智祥连望点头 迎上去 堵住酒精就要消毒 陈南的惨犯 假梦我并没有看到 因为他早就走到中心街了 正站在那里等出租车 就在这个时候 杨子健就追上了假梦我 并且一只手就踏在肩膊上 很平静地说 假总 既然你的事已经解决完了 现在谈谈我们的事 这种口气听起来 就不是那么友善 但是假梦我根本不是怕事的人 他只是不想挪费时间 因此 紧紧看了他一眼 假梦我把杨子健的手拍开了 很冷漠地说 我们好像没有什么事可以谈 我现在回家 杨子健一听便笑 但是他没有生气 而开门见山地说 我是塔里克会所的负责人 同时也是高耀鱼业马经理的朋友 高耀鱼业 假梦我并不陌生 因为高耀鱼业的总负责人 是马东石 是这个城市里面最大的鱼业商 拥有四个码头 只是鱼船都有两百多只 凭一己之力 就带动了整个城市的水产资金链 最主要的 他还是马晓东的父亲 假梦我看了他一眼便说 我不是那么喜欢说话转弯抹角的人 杨子健就微微一笑 好 那我就说得直接一点 我是受马经理之托 向你传个话 希望你不要干扰马晓东 如果真是当他是朋友 就应该要他回高耀鱼业继承家业 而不是像一个地帽流氓那样 拿着钱死去鬼魂 只是搞了一些不正经的投资 他的语气不是那么好 假梦我也没有什么好面识给他看 高耀鱼业也不是靠着 不正经的投资去发家致富吗 一名惊人 杨子健微微一恶 因为他很久都没有见过性格是这么囂張的人 短暂的慈疑之后 杨子健哈哈一笑就说了 哈哈 年轻气盛是好事 看你的样子才三十出头 身为过来人 我就奉献你一句 在商业圈 必须要注意自己的言辞 因为有些时候 你的一句话 分分钟会摧毁你的一生 话音刚落 杨子健从袋里面 就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就递给了假梦我 这个是马经理托我给你的 条件是离开他的儿子 这里面有两百万 救你一会儿 那假梦我呢 亦都不想和杨子健这么多废话 他先是接过了银行卡 就拿在手里面 年轻人不年轻气盛 不年少轻狂 哪叫年轻人的 杨总 我先多谢你的好意 但是商业圈 我就很习惯了 说话语气就是这样 改不了了 至于会不会摧毁我的一生 我暂时都未发现 可以推低我的人 还有 这两百万 我真的看不上 回去告诉马经理 我比他还会教儿子 不用半年时间 我就要令马晓东一战成名 使他成为 比他老爸还有权威性的商业大亨 心平气和 不温不躁 一番话说完 假梦阿把银行卡 就插回在杨子健的衣袋上 转身 坐了一台 在路边的出租车 接着一路而别 本集已结束 下集更精彩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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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集完 就能够优找些东西 达达子 除了 里面 冬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